坐下來吃頓飯 對生臟朋友有多難 輪椅相當的重 然後這三格階梯 除非有四個大汗 不然的話扛不到 殘養者從小 如果是殘養者的話 從小他就沒有辦法 跟親友去餐 因為每次要去的餐廳 他都沒有辦法去 為了要幫生臟者 尋覓無障礙餐廳 十位生臟人士化身特派員 進行訪查 桌椅的那個 下面有兩根腳 因為那個輪椅前面 還有兩個輪子 他有時候就卡不進去 那個縫裡面這樣 我們不要再用 建築的角色去看 它是一個人跟人互動的場合 所以他沒有無障礙 其實幾乎是會 剝奪掉某一群人 他在跟社會互相參與 或者是我們講說 他要去消費的機會 大愛新聞11月12號起 愛的比奇林專題報導 帶您關心你我都需要的 無障礙環境